我们现在来做的是一个热传导的 它是一个TMP的一个范例 那这个我要事先讲一下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操作可能有一些物理现象蛮不合理 不过就是讲这个如何操作而已 不对的地方进行指教 OK 那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做好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先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TEMPERATURE这个换 这个红色这边 我们假设这边都维持的Constant是30度C 然后另外这个有一个Fee Flux的 就是外面把它加进去的 然后它是一个可变的 可变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等一下要做可能就是随便做一下 真的是随便做一下 只是弄怎么去操作的而已 好 那我们这样子 那这个有一个材料性质 材料性质 也看一下 那我们也都是给一个最简单的 因为它有三种 我们给一个SIMPLE SERMAL 给一个最简单的 OK 然后来去做 OK 那我们先跑一下 这边就比如说INITIO开始的 因为原厂的做的可能比较有意义 我做的就是怎么操作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来从头开始的 我们在这边主要就是说在这个THEMP这边 我们就把它按下去 然后时间我们这边主要想要给个 我们这边不是是春行的 因为春行才按一下春行的 它有两种嘛 暂态的 那我们引力修先不管它 我们不用 这其他我们都先都不用 我们在THEMP这边 我们用10天 然后我们这边有搞10个 这样比较单纯 就是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不是 它不是用DATE的 比如说 用这个秒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不管 OK 那接下来又一样化俘虏了 我们就建立一个 我这个建立是比较蛮随意的 并没有任何意义 OK 另外再画一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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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们这边可能往格这边它 我们要密一点 我们用1 那接下来就要给这个 因为现在你现在跑 比如说现在跑那一定是供估的 这个 这是 TEMP TEMP 原来人家弄错 T 对不起 TEMP 2 2 它又说我们有错 那有错没关系 我们就 跟对错这个来看 我们没有材料性质 OK 那我们就先加 先把材料性质建立起来 我们这边 建立了 再重做一次 怕人家看不到 所以 Material 我们 Add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 Simple Sermal 因为 複杂的我也不会 我们这个就用E 因为我也不是很懂 这个 然后这个 比如用石 OK 那 我们这个 就叫Material 那OK 好 那我就 把这个Material 灌上去了 OK 那假设这是一个空洞 空洞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做这个 边界条件 那我们先 边界里面是一个常温好了 我们New 我们叫 我们假设 我们就叫Circle 的 下 Circle 不管 嗯 不好意思 我们Templeature 假设 我们固定都是 30度 OK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弄给它 好 把它存一下 挖轮不能跑 一个 Initial Condition 要有一个 Trancing 所以它有一个 Arrow 我们看起来 好像不行 我们还要再加一个 我们这边 加一个 我们这边 比如说我们一个 Heat Flux 这个热的 这边就叫Heat Flux 叫Heat Flux 那如果用这个Constant 比如说 10 这样跑起来 应该没什么意思 因为它是Constant 这样跑起来可能怪怪 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做看看 好了 跑看看 这边 Initial Initial Heat 这边我们没有 我们不知道在哪边 还要再看一下 好 我们这边再看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定义好 我们这边可能 这里还要定义 比如说我们这个 定个50 它一个 Activation的 这个Temperature 然后另外 我们 在这个 这里我们再把它定义一下 假设我们这定义是Constant 比如说 20 好了 我们现在先做这个RUN 做一通 那跑看看 你看 那这个看起来就比较单调 它没有特别的去跑 因为我们不是给一个这个 变化的这个函数 那我们 这边把它再定义一下 我们这边如果给一个函数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给一个随便给一个函数 那你自己可以在这个乱给 我们比如说加一个点 然后这个函数我们叫一个New function 那我们再来跑一下看看 就是 这边就开始会有变化了吧 这就有变化 我们就是 这边就 show vector 我们这个 这都可以去show ok 这边有蛮多的 ok 好 那我们这一个就做到这里 所以原则上就是 要把这个设好就可以 好 那谢谢